欧元 你一想起欧元 最多人云反而是英镑多于欧元 我看到第二季的表现比它好很多 曾经炒上来有些优势 因为英国民众接种疫苗的速度突然快了很多 然后大家都觉得经济可能会好一点 令大家有一轮炒作 然后4月我见到路由那些位移动到6月 大概到1.425楼上的位置 谁知道7月中全面开关 重启经济之后 又发觉经济数据又不是很变 有点失望 反而太大期望就有失望 因为当时的确是大家觉得 你接种疫苗这么快的话 解封 经济复苏 想得太美好 但是现在到下半年 就开始有些负面消息 疫情上我觉得已经变成了狼儿病 大家觉得是共存的 没错 就是当时7月份去解封的时候 大家就用了它作为一个例子 就是说 看看你有没有事 你没有事我就开始跟着你了 所以当时就看到经济数据现在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想给大家启示就是 疫情这个因素炒了一年半 应该都差不多到未胜了到水尾了 不如找一些新的主题出来 那现在就 就是在侵入英镑下去的一个负面因素 应该就炒回英国脱了欧之后 其实会不会有些负面因素出来 例如说可能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不够了 公司地位真的有明显影响 是的 就说可能投行 或者其他的后勤部门 搬走 要搬走 搬回欧元区的国家 法兰克福那些嘛 是的 虽然这些因素在之前也是炒作过的 有点是够平身走 可能半年没跟着这些因素 久不久就拿出来用 都是可以应用下去 但是如果对英镑来说 我就觉得他也是 上年经历了由曾经很夸张的跌到1.14的水平附近 其实走势已经是扭转了 因为他虽然还没回到2016年 英国脱欧的高位 但是似乎都是要向那个方向试 但是只不过要给一些时间 因为当时其实没有记错 2016年的公投前后 其实他在大概1.47、1.5这些位置 我想我自己就乐观一点 我觉得明年是有机会试这些水平的 是的 当然升不升得穿1.5呢 这个就要到时才决定 因为如果升得穿1.5 我想比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就是说去英国英国的经济数据应该真是活得比你好 如果脱欧之后是可以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心理关系 你这个画了是对上一次的那些顶位 这个range其实是一些可以逐步收集的位置 是的 我想我在第二季的时候 有提过大概1.33、1.35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今年2021年最吸引的价位 曾经在第三季的时候就略略见一见 1.35、1.70这些水平 都未到完全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价格 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了 希望啦 希望不希望就看看投资者买到什么方向 买到什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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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主要外币之中 英国那个通胀其实都是高的 还有我想市场上面是有个共识 英镑是有加息机会 不过是明年2022年的下半年 看见人们已经开始说加两次 没错 因为我想最主要就是 现在大家怎样评估去收税加息等等那些方向 其实很看央行的委员官员的态度 英国其实在8月份的议息会上面 其实就告诉给大家听 他对收税的取态先后次序 他是可以先加息 之后先收税 他现在到这一刻为止 仍然觉得是加到 例如0.5厘左右 他就开始可以收税 跟联储局的做法是刚刚相反 联储局就先收税 应该收到尾 如无意外 跟着加息才缩掉 没错 所以我想这个对息口的走势 我想是令到大家对英镑仍然有些冲敬 所以要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试一试回到今年下半年的低位附近 我觉得1.33、1.35不妨可以收窄 上年那些1.27的水平 我觉得应该是见不回的 再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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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